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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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 很有可能有违规违法的嫌疑 但是也不至于要到 把你抓起来的地步吧 海港之前拿着这些记录 去进港银行核实了 所有的诞据 都是伪造的 那就是说 公安认为是你出钱 让邹亮制造了伪证 然后他以此要挟你 想要更多的钱 是这么个逻辑吗 海港支队向京港司法局核实过 这个案子得治所一共就收了十万块钱 他乔尔婷花了二十万去找人造假 全国施加律师都这么会算账呢 我看他自从参与到这个案子里啊 他的沉默成本可远不至二十万 我觉得 这个乔尔婷可能有点赌徒心理 他失去的越多 执念就越重 执念啊 他有什么执念啊 你干什么 师傅给我听话 师傅给我听话 你干什么 师傅给我去 快给我去 快给我去 我觉得王伯雷小坤 不是故意杀人 乔律师你仔细看一下 非法拘禁和故意杀人这两个罪名 很容易发生牵连或禁合 但在这起案件中 被害人遇害显然不是 非法拘禁导致的一种严重后果 而是被告人故意实施的行为 所以应当按照 故意杀人论处 就算是故意杀人 那也是畏遂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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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麻烦大了 我认为 朱虹并没有死 我正打电话找你呢 夫人 叔伯公司 不再和他们去约 长天法律顾问这事了 你知道出了什么情况吗 不是连合同都已经准备好了吗 合同今天给退回来了 小顾打电话和那边联系了 那边的财务说 暂时不考虑和咱们许悦的事了 之前肖律师处理过他们公司一个事 回头我问问输购的刘总 刘瑞被抓了 什么 输购集团向公安机关报案了 就把电购那边的刘总给抓了 好像是涉嫌职务侵占一位的 这肖律师最近经手的案子 我怎么有点看不透啊 你也不想想他身边是谁 有什么可看不透的 你也不想想他身边是谁 有点麻烦 就去嘗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